舒服慈悲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對那些老人家已經病了很久很久 在醫院或者流氧院那種 他們插著那個管 微生的那種 但是有時候他們的家人看到很難受 就提議把管子拿掉 這種情況是怎麼去理解 這個不可以 請坐 諸位要知道我們講到殺生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定義 什麼是斷有其命 諸位還記得嗎 從初世到後世 一個人進入植物人 他的神事還在 他只是神經系統破壞 他的器官破壞 但是他那個明鳥的心事還在 所以他是一個友情 他是有感情 只是他 他表達感情的工具 那個器官破壞了 他是有感情 那麼他是個友情 你把他殺死了 犯殺罪 因為他的夜報還沒有響進 他今天會生長到你的家庭 會讓你痛苦 萬般皆是夜半丟不用 你們的夜還沒有了 夜也沒有了 你不能透過人為因素把他殺死 殺死 我跟你保證 百分之百犯殺罪 這個跟 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是犯殺罪的 而且是殺人喔 只要你把他的管路拔掉 但是有一種例外 但是有一種例外 諸位我們要知道 他已經應該死了 他是靠機器在維持生命 就是說 他正常情況應該要死掉了 他是靠後天的東西在維持生命 你把這個東西拿掉 只是讓他保持正常 這個不算殺罪 你懂嗎 結果他本來就該死了 結果他是靠呼吸器在維持生命 這個是可以把管的 因為醫生宣告無效了 因為你是靠醫療器才在維持他的生命 你可以讓他保持正常狀態 但是他好好的 他只是植物人而已 你用藥物把它殺死 這個就換殺罪喔 這兩個不一樣喔 這兩個不一樣喔 請問師傅 如果有幾個朋友在一起 要吃飯 這個我應該請客 這樣的話呢 我吃素食 其餘的朋友要吃荷 那我猜取的辦法 就說你們看著飯 是不是有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沒有叫他們吃蜂蜂蜂 你看著飯 我請客 但是你們看著飯 我吃素 可以 你沒有叫他吃 可以 師父慈悲 有一個問題想請師父指教 如果我們早晚做八十八佛 達成回文 那我們是不是要念那一段 弟子某某 那一段就是 弟子某某 願代為眾生和這個 累結願慶祭祭祖和 律代祖先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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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但為自己懺悔 為你這樣子 你的信仰更大 就發佛的心更好 你的效果更好 好的 謝謝師父指揮 請問師父 那假如佛陀把鐮刀給了我 讓我看著辦 我應該怎麼辦呢 你再講一次 你要做什麼 怎麼樣 我假如說 我這樣問是 因為在廟裡做義工 有的時候 這樣你看著辦 要讓我看著辦 我怎麼辦 你當然有選擇權 你如果覺得說 你如果覺得說 你這樣子 對你會有負面影響 你可以不做的 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選擇不做的 當然有些人就是說 有些人他 他這個事情做了以後 對他 也沒有太多影響 反正他這張紙已經夠黑了 就是說 他是一個生死罪障房子 他也不學佛 是吧 所以他也不急不要解決 所以他這個是一種取捨 我覺得佛陀呢 他的心意就是說 反正 這個地方我們要先知道 就是世界上沒有圓滿的道理 有些事情真的沒辦法圓滿 只能夠取捨 這是佛陀痛苦的取捨 應該這樣講 因為 這個人要先咬生死 他也有做好準備 他也有這個程度 我們先成全他 他出去以後 再回路說婆 有些人程度不夠 反正你準備要輪迴了 對不對 有些人不是說佛松你 有些人準備要輪迴了 那你就 再做這個對你影響不大 是這樣子 你父子三寶還有功德 這樣算來算去 還滑得來 就這樣子 雙方都得到利益 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揣測聖意 佛陀意思 聖意不可測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佛陀應該是這個意思 有些人 好